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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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觉得那是一个事业的上升通道 是吧 但如果你选择去包头等于女生一毕业 原本可以结束四年的异地恋 现在变成又对异地恋开始了 是这意思吧 你这问题考虑过吗 我考虑过 但是我总不能说因为现在我俩在一起 然后不去工作 那以后生活保障都没有 那你这个是自己愿意回到老家 还是因为这段所谓就是爱情回到老家 其实我自己更希望出去闯一闯 然后因为我们俩的这段感情时间也挺长的了 所以如果说非让我放下工作机会 回家考公园也是可以的 就是说白了你也愿意为了这份爱情 放弃可能其他的选择 是吧 对 而且我们两个就是现在感情路上 就因为四年多始终都是异地 然后出现很多问题 如果再接着异地的话 就不知道会发生啥 出现了哪些问题 让女生觉得我们一定要在一起 就上了大学之后嘛 可能是刚在一起的原因 就每天24个小时 基本上除了睡觉的时间都在保持联系 而且她对我也特别就是殷勤吧 然后就感觉还挺啥的 挺好的 后来就慢慢地吧 时间长了 大概过了一年多 就开始我主动去联系她了 而且我主动联系她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都找不到她 可能微信不回 电话不接 是这样吗 不是 因为大20时候我就参加学生会了 学生会里是就比较忙 然后我就对她的电话呀 微信呀 就是来不及回复 就我觉得她再忙 一个微信告诉我 你说我有事 我可能就不缠着你了呀 就是她根本做什么事之前都不会告诉我 而且她一失恋失恋那么久 你说几次我都觉得她失踪了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什么是问题呢 关心吧 之前我生病啊 就半夜未疼 她就跑遍我们整个吃风去 我找24小时宵店 然后一整晚都没怎么睡去照顾我 但后来 是不是在一个城市的时候可以吗 但是不在一个城市她也想要关心我 也可以有很多表达方式 就比如说我生病了 告诉她她也不怎么会表示 就直接告诉我 吃药喝热水 吃药喝热水 你说热水又不是万能的 而且现在女孩比较讨厌这种 不是 你们讨厌也挺莫名其妙的 我也不在 我让你喝个热水 吃个药 你还让我干啥吗 但是如果她真的是关心我 点个外卖给我送过来呀 或者是怎样的 就觉得不上心了是吧 对 心思用哪儿去了 没想到这些 我就感觉 如果我在身边 我还是可以去给她 就是美药呀 领的去打针呀 输液都可以 然后我确实是没想到说 送外卖呀啥的 除了这还有别的吗 我觉得她现在就是比较霸道 就连我的穿衣打扮交友啥 她霸道 看着老老实实的一个 这是您看着她平时 跟我在一块的时候 特别特别凶 我之前买了一个吊带 她一直没让我穿 我就没穿 放在衣柜里 然后有一次她去我家 然后在衣柜里面 就发现那件衣服了 趁我上卫生间的工作 她就给我捡了 这是为什么呀 兄弟 我就不喜欢她穿那种 特别暴露的衣服嘛 我就感觉一个好女孩 就没必要穿成那样 我确实是因为生气 后一生气我就给她捡了 但是那衣服是我的呀 就是你再不喜欢 我也没有穿呀 而且怎么处置 应该我说了算 就算你想捡她 你是不是应该 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呀 尊重一下我呀 后来我不也和你道歉了吗 我不也说了吗 我说再给你买件 就再买件带修的吗 那又不是买不买的问题 是你尊不尊重我的问题 毕竟是我的东西 那是你的东西 那也不好看呀 你把说话的声音放大 别在我们这装的 那个小可怜一样的 你还有这一面呢 除了捡你吊带 还捡过你什么衣服 挺多的 而且就是我交朋友 他也管 就是之前我们宿舍 同学过生日嘛 吃个饭 可能说回来得有点晚了 但是我告诉他了 他就特别生气 电话打过来之后 就直接一通骂 我说我同学在呢 我说你那个一会儿说 他不 就非要没完没了的 就一直在斥责我 然后我同学就弄得 也挺尴尬的 就觉得说 是不是因为他们带我出来了 我男朋友生气了 怎么怎么的 然后现在就是我一个宿舍的 关系特别好的 就出去玩都问我 说你要不要告诉一下 你男朋友啊 你男朋友再生气啊 怎么的 就弄得我真的是挺挺 那个什么的 这为什么呀 我也是太担心你了嘛 你们大半夜一帮女孩子 出去玩 玩了十二点多 而且都喝酒了 如果遇见坏人咋吧 我就在学校附近 能遇见什么危险呀 而且我告诉你了 我说同学在场 那你能不能换种方式呀 那为什么因为生气啊 我也生气啊 学你啊 哎 李哥 你们现在聚会都喝点 偶尔 就是真的只是偶尔 我没有很熟的朋友 在一块不喝酒的 地酒不沾呢 那你觉得他得担心对吗 如果说捡衣服过分 你觉得他 你外出喝酒喝到很晚 他得担心对吗 我明白他是担心我 但是他这个方式 真的是没必要说 那同学都在呢 就直接骂我吧 那你把电话挂了呗 他特别好生气 我如果挂电话的话 他第二天会更生气的 我就没法去 所以你是在乎他的感受的 对 而且我是学新闻的 然后期末的时候 要叫作业 要叫一个拍摄的一个作品嘛 一个组大概七八个人 拍完作品之后 就一起出去吃了个饭 发了个朋友圈 他看见就开始给我找茬 那你从下午四点 就告诉我说你出去吃饭了 一直吃到晚上十一眼多 我问你吃完了吗 你还没吃完 就算是休业也该吃完了吗 吃完饭之后 他们也要出去 就是在这学校旁边 也要去那个唱一下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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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那之前你看的是之后的 就是虽然你明示了 对吧 对 但是你还是跟明儿聊得很热火朝天 是不是这意思 而且就是放假嘛 我们两个又半年多没见了 他也放假了 然后我就想着赶快回去吧 结果第二天他告诉我他要出差 我问他大概多久 他说三四天就回来了吧 然后过了一个多星期 还没有回来 没有回来我就问他 我说那你大概还得多长时间呀 他又告诉我三四天 我就等着吧 拖了半个多月 还没回来 我再问他 依然是三四天三四天 最后一个多月才回来呢 那因为当时 自我的时候 领导就和我说 说出差一个星期左右 但是到了那边 这份也是一直迷茫完 然后 毕竟我是一个新员工 我也不能去问 我说领导 咱们啥时候回去啊 我也不能这样问 所以我特想问你个问题啊 就是你的工作性质 是不是决定了 你未来的这个工作 是会经常不定期的 要离开你们生活的城市 到其他地方去工作的 对 而且这工作的时间可能会很长 比如说一两个月 两三个月 长的时间可能是半年一年 是不是这种工作性质 对 你也了解它的工作性质 了解 即使你回到了赤峰 即使你们未来在一起结了婚了 可能婚后的生活 就是这样一种生活 先生要经常地到外地去出差 家里面留你一个人 你们的状况可能不像 普通的夫妻一样 每天生活在一起 就是有距离的 但是他现在就是因为 这个你能接受吗 先说 异地恋之前 我觉得我能接受 但是经过这四年 异地恋之后 我觉得我接受不了 所以女生接下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更希望就是 因为主要是异地恋的问题 就是其他的那些事啊 什么的 我希望他可以慢慢改 但是就是 主要还是异地恋 就是能结束这段异地恋 男生接下来是为什么呀 可是我感觉他 就是最近这一年吧 变得挺大的 一生气的时候 他身边 手边有啥水少 然后甚至是 打我呀 骂我呀 游我 这些都是他做的 你还家暴呢 没有实在是太生气了 而且我 打没打过 打过 骂没骂过 骂过 咬没咬过 咬过 不容易啊 你也都瘦了是吧 没还手吧 没 真没还手啊 没还手 没还手就好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吧 该怎么办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异地恋需要几个力 这几个力是什么力呢 一个是坚定的毅力 第二个是抵挡诱惑的定力 还有一个就是要承受寂寞的耐力 那对男生来说 我觉得你有一点 你一直都是 说他没有给你安全感 但也恰巧 你也没有给他安全感呢 你一直说 在乎他的穿 在乎他这个 跟那个同学的交往啊 等等之类的 可是你有给他相应的安全感吗 他一直在配合你的脚步 你有停下来回头看看他吗 他一直在理解你的自尊 不希望让你觉得 好像你读专科怎么怎么样 他一直这么理解你 但是你有理解过他吗 而且你在这个 男女关系的问题上 跟你的同学解释说 我有女朋友有女朋友 可是解释不是用说的 解释是用行动的 这些零零总总 汇集在一起 你首先考虑的是 我先自己过得好再说 在女孩的未来当中 他考虑的是 我希望和你一起过得好 所以我觉得现在 你们两个感情 就是不对等的啊 那就要想一想 在不对等的情况下 还能继续下去吗 好吧 好 就说这么多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来 曲总 刚才珊娜老师可能说了 异地恋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对吧 但是 跟好 是啊 多船 最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在这份感情当中 似乎男孩比女孩更自信 他可以和女生很随意地聊天 你要知道一个女孩子给他发520的红包 不管他收没收 他一定是散发了一些信号的 否则 那你说我跟曲总生活中是不错的朋友 我也不会给他发这个红包 你明白吗 那你要发了退给你能说明我不对吗 那如果我要发了肯定我就不对 先不说你了 所以我认为他在这段感情中他很自信 他认为你跑不了 我不说他的学历 不说他的工作能力 在你们的感情天平上 他觉得自己一点都不紧张 其实异地恋就像沙娜老师说的 需要靠很多心 很多力 但最重要的一点 是我们时刻要绷着那个神经 因为真的异地恋是相对脆弱的 太多要考验我们的地方 所以女生你看你 为了她说要回到那个城市 要考公务员 其实你在这段感情中是不自信的 正是因为这种不对等的感受 所以造成了她轻描淡写地说 我们继续异地恋呗 挺好的 我再努力努力 而你坚持地说 我想告别这种状态 因为你的信心越来越不足 所以我想提醒男生的是 你不要以为这个很实诚的女生 真的就铁定了跟着你 如果你在异地恋当中 不能够保持时刻的紧张的状态 不能够保持对她全身心的投入 真的她会走的 所以拜托 如果你真的珍惜这个女孩 那要付出的努力 可不是现在这种放松的状态 就可以得到 所以你要提高警惕 而女生我觉得 其实你也应该放轻松一点 好好爱自己 才有能力去爱别人 才有能力收获好的爱情 好吗 希望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杨老师 来 胡老师 好的情感 一定是像弹簧一样 合得拢 但也分得开 那些一旦分开 就会断的不是好的爱情 为什么 严老师 这是很明显的 接下来 订阅 没有 感到 对 我 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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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的感慨啊 他们今天是想以结束异地恋而来 最后他们选择的继续用异地恋 来烘托他们这段情感 最后让时间去说话